蛋仔派对你千万不要做的事情 千万别用新功能在蛋仔岛给你的爸爸妈妈打电话 千万别在蛋仔岛给你的爸爸妈妈打电话 为什么 难道你们还没发现吗 我们的蛋仔岛上更新了呀 出现了两个电话亭 伙伴 它是红红的外观 上面有一个啾啾 蛋仔走进电话亭 伙伴们 我们可以选择给很多人打电话啊 伙伴们 伙伴们 快看 有无雷的电话 我们点一下后面的拨号键 我们就可以打通它的电话了 伙伴们 伙伴们 快看呀 正在呼叫中 打通了 打通了 我们的通话时间出现了 并且无脸说话了呀 蛋仔派对你千万不要做的事情 伙伴 千万别在电话亭给自己的爸爸妈妈打电话呀 千万别 伙伴 为什么 我骑的是蛋仔派对最新的自行车呀 自行车一点也不好玩 跑得非常慢 但是啊 我们的蛋仔岛更新了两个电话亭 非常的好玩 伙伴们 伙伴们 蛋仔走进去 我们会有两个选择 哦 一个是和蛋仔岛的居民打电话 就是上面这几个人呀 蛋仔消防 蛋仔医疗 还有一个是拨号案件 伙伴们 这里我们可以输入自己家人的号 我不让大家在蛋仔岛给自己爸爸妈妈在蛋仔岛打电话的原因是因为 伙伴 伙伴 我试了一下 原来 快听快听您所拨打的号码 暂时无人接听 蛋仔岛电话亭的电话是假的 伙伴们 我们不能给爸爸妈妈打电话 如果我们输入那个号码 它会提示是空号 你们知道了吧 并不能用指挥浪费我们的时间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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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